为了普出一杯最好的茶,你还需要最好的茶壶 但选择最好的绝非亦是 有数百种不同的类型,数千种设计和尺寸,你很容易就收集了一百件,但仍然需要更多 什么是茶壶? 茶壶是用来泡茶的容器,将茶叶浸泡在易水中 茶壶与水壶不同 水壶仅用于烧水泡茶 千万不要用水壶泡茶,也不要用茶壶烧水 茶壶的主要类型茶壶可以根据不同的特征进行划分取缺于国家,材质,所属时代等 一玻璃茶壶一个好的玻璃茶壶永远是你的茶壶收藏的一个很好的补充 它们非常适合冲泡几乎任何类型的茶,并且是冲泡花茶或花茶不可或缺的 玻璃茶壶可以让你享受打开茶叶的美丽 玻璃茶壶有不同的形状和尺寸 它们可以有玻璃或金属过滤器,或者根本没有过滤器 用玻璃茶壶冲泡最好的茶是球形烏龙茶,鱼铁观音,花茶,花茶,龙井和许多其他绿茶 而铸铁茶壶铸铁茶壶的最佳例子是称为Testadent的日式茶壶 然而,并且所有铁壶都是茶壶 事实上,传统的茶壶是用来煮水的,因为它会改变水的味道并增强茶的味道 今天,铸铁茶壶和铸铁水壶都被称为Testadent 然而,铸铁茶壶有糖尺涂层,用于泡茶,而不是烧水,而且通常它们可以更好地起到装饰作用 3.陶瓷茶壶陶瓷茶壶有很多种,有多孔陶瓷,有面陶瓷,瓷,瓷器等 它们由紫砂制成,非常适合制作乌龙普利生茶 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可能会因泡茶而得到一层薄薄的内糖尘 这就是为什么它们应该始终只用于一种茶 另一种类型的陶瓷士气,是暴孔的,可用于泡制不同类型的茶 瓷器,也是陶瓷的一种,非常薄,精密,使用时应非常小心 4.不瘦钢茶壶不瘦钢茶壶最大的优点可能就是保温性 这意味着你的茶比玻璃茶壶保温的时间更长 它也是最耐用的材料,因为它不会因跌落而破裂或因沸水而破裂 你使用的茶壶类型会影响味道吗? 是的,你使用的茶壶类型也会影响茶的味道 玻璃糊和毛孔陶瓷是不太可能影响味道的类型 铸铁,不瘦钢和多孔陶瓷可能会因不同原因影响味道 首先,始终购买使用安全的优质茶具 用于制作非常便宜的茶壶的材料可能并不总是安全的 或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可能会被毁坏 其次,如果不是不瘦钢制成的金属茶壶可能会生瘦 多孔陶瓷茶壶是你可以购买的最好的茶壶 但前提是你只使用一种类型 例如,用同一个多孔陶瓷茶壶泡泡泡你黑茶黄人针白茶就不是一个好主意 因为白茶太娇嫩,不能如泡泡茶泡茶共用同一个茶壶 茶壶什么材质最好? 最好的茶壶材料将取决于你的需求 玻璃茶壶如果你想泡绿茶、花茶和清淡烏龙茶 这是最好的选择 可以用洗碗机清洗气茶壶 通常适合多种茶 通常可在洗碗机中使用无油陶瓷茶壶 非常适合深色烏龙茶,生泡你茶或红茶 但可以使用洗的亦不受降茶壶 如果你不想过多关注茶壶并想用洗碗机清洗 那么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种尺寸最适合你 茶壶的大小取缺于你想要泡多少茶以及泡那种茶 如果你要制作香草黑茶等风味混合茶 白雀茶等传统经典混合茶或羊金菊芬衣草等花草茶 250至500毫升普通右面茶壶或玻璃茶壶 可能是1-2人泡茶的最佳选择 如果你想泡日本茶,250毫升日本质病狗水 将是1-2人泡茶的绝佳选择 中国盖碗几乎适合任何类型的中国茶 120至150毫升适合1-4人饮用 具体取决于你使用的杯子 你应该选择带有过滤器的茶壶吗? 有些茶壶内建金属,不受钢过滤器 有些茶壶有内孔过滤器 有些茶壶配有可拆射的金属或陶瓷过滤器 有些可能根本没有过滤器 内有孔的茶壶适合普教大叶子的散叶茶 内建金属过滤器可能非常适合小火粒 但可能难以清洁 可拆射的金属网过滤器通常适用于几乎任何类型的茶 甚至是露液波士茶 陶瓷茶壶vs瓷茶壶瓷器基本上是陶瓷的一种 它更精致,更薄,通常是半透明的 瓷器是白色的,通常带有引人注目的图案 非常适合茶壶和精致的茶时间 如果使用废水,瓷器可能会破裂 因此请先重新加热,并避免废水 它们通常不包含过滤器,可能更适合泡茶 其他类型的陶瓷,如仪轻尖土或粗陶茶壶 在高温下不会破裂 乳模有陶瓷不同,瓷茶壶和粗陶茶壶不会保留气味和香气 例如,一种流行的中国茶壶称为盖碗,可以由不同的材料制成 如果是陶瓷的,就很难用废水来使用,很容易烫双手 也可以用以轻黏土或毛孔陶瓷制成 另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日本茶壶 这些陶瓷茶壶可以是毛孔的,例如信乐陶器 也可以是微孔的,例如常滑茶壶 不秀钢茶壶 Yes陶瓷茶壶 如果你必须在不秀钢茶壶和陶瓷茶壶之间做出选择 那么做出决定应该不难 对于热冲于喝茶的人来说 陶瓷茶壶在美学上几乎总是更令人愉悦 而且有些可能有助于茶的味道 好 吃饺子 刚好